第八章 夫妻联手 清晨 梦川 柳七月夫妻二人如同往常般 施展身法数息时间就离开府城 来到城外的一处山林间 对天地之力的控制影响 凡人是看不清施展身法的梦川二人的 山林间有一木屋 是二人暂居之地 他们在城内的宅院太小 特别是柳七月炼剑需要的空间非常大 作为大日镜神魔神剑手 就是道院的炼剑场也不够他施展 城外山林空旷 却是足够了 每天清晨出来 夫妻二人修炼三个时辰 中午回去吃午饭 下午便是琴棋书画悠闲日子 这般日子 夫妻俩都挺珍惜 古武 柳七月从怀里取出一小布袋 拉开绳扣 布袋口拉开后 却有脸盆大了 柳七月伸手进去一拿 便是一大剑囊的剑被拎了出来 剑囊内足有五十根剑矢 好大一款 更是长得很 却从小小布袋内取出 的确神奇得很 阿川 这布袋真是神奇 柳七月得到夫君送的礼物 也有些时日了 依旧欢喜得很 平常我最头疼剑囊了 剑囊太小 能带的剑太少 剑囊太大会影响身法 而且一大袋剑囊 也带不了太多剑 如今这布袋内 却是放了足足二十代剑囊 有足足有一千只剑 对付妖王 也可以肆意射箭了 否则射箭时都得算着 就怕剑矢没了 孟川笑了 那白狐妖王 是专门为七月你来送宝的 柳七月一笑 从白狐妖王 那得到的小布袋 里面竟然藏有大空间 有半个屋子大小 放下二十代剑囊 都有大量空余 孟川还是很吃惊的 因为他没见过这等宝物 不过 人族神魔应该有类似宝物 因为原出山九玄洞 明明是在山腹内 九玄洞内部空间 却仿佛一个小世界 广阔浩瀚 还有尊者在自己面前 翻手就从虚无中 取出大量的物品等等 对空间掌控 人族神魔同样高明 只是显然 有稳定的储存空间之物 应该很稀手 珍贵 原出山用功劳换取的物品上 并没有类似之物 这种物品 对孟川而言 只是稀奇 对实力并无帮助 对一个神剑手 却是大助力 大量剑矢随身带着 当真是可以无限射箭了 孟川自然赠送给了 妻子柳七月 羞羞羞羞 一根根剑矢破空飞出 剑矢如游龙 宛如有生命 柳七月在练着弓箭 孟川在一株大树下 心念一栋 令旁边大树树棺微微一震 立即有不少树叶 晃晃悠悠掉落 孟川也出刀了 刀影带着闪电 连续出刀上百次 这些落叶 各个都被切成几乎对等的两半 我的刀法 纯粹因为修炼雷霆面是魔体 才有如此速度 真正论境界 还有所欠缺 孟川微微摇头 若是凭借境界 令刀法速度再长一倍 才是达到刀道境 何为刀道境 那就是误道了 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道 如此境界的刀法 足以扣问本心 再来 孟川一念下 树棺上又有树叶落下 孟川再次出刀 片刻后 这一株大树的树叶 就稀稀疏疏了 孟川没有等大树完全秃了 就换另一株大树继续练刀 整个山林 树可多得很 夫妻二人修炼了一个多时辰后 嗯 二人同时脸色微变 从怀中取出了寻查令牌 寻查令牌有红光发出 求援 二人相视一眼 顾不得迟疑 柳七月甚至连设在远处的十余根箭矢 都不愿浪费时间再去捡 回来 再捡也不晚 毕竟紧急救援 一息时间 可能就是神魔生和死的区别 走 孟川握着妻子的手臂 So 当即化作一道闪电划过长空 自从成功修炼成雷电魔纹二重后 孟川速度大涨 如今就是带着妻子 也能一跃三里地 在封王神魔中 都算较快水准 若是单独一人赶路 封王神魔中 都算顶尖水准 有真缘护体 传音说道 如今各府一般只有一支神魔小队 是由四名大日进神魔组成 神魔小队既然求援 显然遇到的危险 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按照我们之前定的计划 孟川说道 孟川很平静 因为类似的事 他做了很多 可张云峰师兄 也曾经救援过很多次 柳七月却紧张了 他是第一次赶数百里 去另一处救援 So 带着妻子一闪 就划过长空 越过了一座山头 甚至在半空中 以飞烟室再度爆发 跨过了超过十里地才落下 将那一片山头都跨了过去 吴州周围一带山 很少 就算有 也是比较矮小的山 百丈高 就算难得的巍峨高山了 这若是和北方比 和其他地方比 真差太远 阿川 你 这身法真是快 柳七月感受着这种风驰电掣 看着周围场景哗哗往后 即便感受过不止一次 依旧觉得震撼 等我乘风猴神魔 我的速度 就能冠绝天下 孟川 孟川 孟川夫妇二人越过一片片大湖泊 吴州境内 湖泊比山要多 数十里长宽的湖泊 很常见 过百里的湖泊 也是有的 平原广阔 湖泊 多 这里才无比适合种粮食 到了 孟川脚下一点湖泊水面上 跟着就在虚空中二次爆发 跨过五六里的距离 来到了一座县城上空 在高空孟川二人 一眼就看到了城内发生的大战 神魔气息 妖王气息肆意爆发 大战正在进行 如今薄雾弥漫 而在城内战斗的双方 一方是四位大日镜神魔 正彼此配合 艰难撑着 其中有两位都已经重伤 另一方则是六位妖王 为首的是一名灰毛猫妖王 这猫妖王 眉心却有第三只眼 三眼猫妖王 近身杀来 一名银甲男子持着盾牌 猛然一挥 可三眼猫妖王的第三只眼眨了下 银甲男子便痛苦低哼一声 三眼猫妖王便越过盾牌 抓向银甲男子的驳梗 嘘 一名紫衣女子迅速杀来 一道剑影展向猫妖王 六名妖王在猫妖王率领下 正疯狂围攻着四名神魔 四名神魔施展着神魔禁术 拼尽手段 艰难支撑着 这就是你们人族的生死交情 为了两位重伤同伴 你们两个也不愿意逃 一起共生 猫妖王带着五位妖王围攻着 占据着绝对优势 我们若是分散逃 能逃走一个就不错了 紫衣女子喝道 我们联手应对 或许能支撑到救援道来 我劝你们妖王赶紧走 否则我们人族强大神魔来了 你们就走不掉了 杀了你们再走 时间也很冲 猫妖王陡然看向远处天边 天边闪电一闪 两道身影就到了县城 上空 神魔来了 猫妖王等六名妖王 都下的一个机灵 神魔来得也太快了 即便是封猴神魔 除非就在本府境内 否则不可能这么快的 第九章 出战 柳七月手持古朴神功 背着一袋剑囊 更有一堆耀眼的火焰羽翼展开 令他悬浮当空 距离下方战场约莫两里 距离 两里距离 足够安全 又恰好适合柳七月发挥 吃吃吃 柳七月冰冷俯瞰下方 三根燃烧着火焰的箭矢 搭在弦上 由那储物不带后 柳七月射箭更在意的是威力 而无需节省箭矢 他箭在弦上之时 孟川也化作闪电俯冲而下 柳七月和孟川 猫妖王 脸色一变 原出山大日境神魔也就过签名 其中真正威慑力恐怖的也就百余明 孟川 柳 七月 薛峰 杨芳 张云峰等等都在名单上 甚至柳七月的威慑力是排在前三的 因为他一旦施展凤凰涅槃之术 是能够越阶发挥出封猴神魔战力的 当然 凤凰涅槃 燃烧的是 寿命 不到真正绝境 是不会选择这么做的 孟师兄 紫衣女子 银甲男子等四名神魔 都觉得心中一松 有救了 嗖 闪电一闪 孟川就已经到了境前 羞羞羞 高空中双眸冰冷的柳七月 这一刻也射出了箭矢 三根火焰箭矢比孟川身法要更快 联手杀了孟川 猫妖王传音喝道 否则我们都逃不掉 困住他 一位甘兽树妖王站在那 一条条树根之蔓从地底钻出 缠绕向孟川 孟川冲到境前的刹那 体表有黑色煞气波及开去 孟川的煞气 看似虚幻 但却极为冰寒 猫妖王等六名妖王都觉得身体一颤 也就猫妖王实力几乎没影响 其他五位妖王都有所衰弱 那一条条树根之蔓都被寒冰冻结 变得慢了许多 受死 孟川很清楚自身实力 寻常时 他根本无法碾压制六名妖王 所以毫不犹豫元神之力调动真元 令实力飙升的近乎封喉神魔门槛层次 只见身体化作八道身影 八道孟川身影 同时出刀围攻六名妖王 黑色煞气 可怕的刀光袭来 不好 元神之力调动真元下 这一刀让包括猫妖王在内各个感到畏惧 扑扑 一个照面 孟川便斩杀了两名妖王 柳七月则是射杀一名妖王 伤了另外两名妖王 因为他们都畏惧孟川的刀 加上有煞气遮掩 使得柳七月的剑出现奇笑 也就猫妖王安然无恙 不好 猫妖王侥幸躲过 再无任何侥幸念头 当即搜的便冲向远处 扑扑 孟川元神之力调动真元下 近乎封侯神魔门槛的实力 又是以速度擅长 自然轻易斩杀了剩下的两名受伤妖王 怎么办 怎么办 我的速度不可能比孟川快 逃跑中的猫妖王 忽然发现高空有四根剑矢射来 剑矢快得犹如流星 接近时还忽然变相 四根剑矢同时阻拦他 令猫妖王被迫减慢速度 这一减慢 孟川就已经追上了 我又不会土盾 不会飞 怎么办 猫妖王焦急万分 直接飞奔逃命 根本没法和孟川比 受死 孟川一刀斩来 猫妖王一转头 眉心第三只眼眨了下 有无形波动 瞬间射向孟川 体表护体真元都无用 渗透进头颅 波动影响头颅内部 嗯 孟川感觉头脑略微刺痛 修炼神魔体达到大日镜 神魔都进行过重速肉身 身体自然远不同于凡人 即便是脆弱的头脑都强大无比 可面对猫妖王这种袭击 一般都是头脑剧痛失去控制 而孟川更修炼了金刚之身 身体内每一个粒子都经过修炼 从微观层面都是非常坚韧 生命力顽强的 猫妖王这一招 仅仅让孟川略微刺痛 但实力却不影响 呼 刀光没任何影响 依旧袭来 什么 猫妖王吃惊万分 他身躯却神奇扭转了下 竟然硬生生避开了这一刀 高空中柳七月再度射出三道火焰箭矢 箭矢超高速降下 比孟川刀法要快得多 同层次 箭比其他兵器都快得多 威胁也更大 猫妖王刚避开孟川一刀 又面对这三剑 嗯 阴阳转化 孟川又是第二刀袭来 第二刀和三根箭矢几乎同时到 猫妖王身体诡异扭动 又避开一刀 避开两根箭矢 但还是有一根箭矢射穿了他的身体 猫妖王继续疯狂 想要逃 可中了一剑后 他身法明显变差 不少 想要再抵挡孟川的刀 就做不到了 不 在他疯狂不甘之中 一刀斩断了他的身躯 吃吃吃猫妖王尸体汹涌的血气 进阶涌入斩妖刀 一息时间 尸体就化作飞灰 我近身出手 连续两刀他都能避开 还是有七月相助 第三刀才杀了他 孟川惊讶 看着猫妖王尸体化作飞灰 论速度 他不如我 可是这身法变幻 却比我厉害多了 整个身体仿佛无骨的一条毛毯 灵活变幻莫测 孟川又受了这猫妖王遗留起舞 能施展神通 也可能是妖圣血脉后裔 说不定就有好宝贝 柳七月从空中降落下来 孟川也来到身边 孟师兄 柳师姐 紫衣女子等四名神魔都感激万分 若不是孟师兄和柳师姐 我们就得死在猫妖王抓下了 以你们的实力 相信还能撑一会儿 孟川笑道 这猫妖王的神通非常难缠 被他盯上一眼 就觉得头痛难忍 无法反抗 引甲男子笑道 而孟师兄 却依旧追杀的猫妖王 毫无还手之力 束刀就将其斩杀 佩服佩服 猫妖王的确厉害 若不是孟师兄和柳师姐 我们四个定活不了 紫衣女子也露出笑容 能活下来当然开心 而且那六名妖王还死了 孟川和柳七月相视一眼 孟川便道 妖王已灭 此地的事就交给你们了 孟师兄放心 紫衣女子等四人都连说着 随即 孟川便带着柳七月 化作闪电一闪 就消失在天边 一个可以在高空远距离射箭 除非是飞禽妖王 绝大多数妖王都碰不到柳师姐 另一个则是近身出手 孟师兄和其他两位师兄 曾经联手 杀过四重天天妖 如今一看 正面搏杀的确不凡 连猫妖王都扛不住他几刀 能联手越阶杀四重天天妖 自然有能耐 程师姐 你也是练成超品神魔体的 将来也能媲美孟师兄 对 这次若不是程师姐 我们三个早被猫妖王杀了 其他同伴也说道 并且也达到剑魂巅峰 实力算很强了 当然孟川 比他强在黑铁天书金刚之身 以及元神方面 很轻松顺利的一次救援 孟川夫妇二人 化作闪电返回时 心情也极好 我们第一次联手救援 就这么顺利 柳七月笑着传音道 神魔都救下了 妖王也都全部斩杀 这是少数 孟川解释说道 按我过去的救援经验 很多时候赶到时 就已经有部分神魔战死了 这次 他们四名神魔 实力也够强 够团结才撑到现在 嗯 柳七月点头 他经验比孟川要少 不过我们俩配合的确不错 孟川笑道 有妻子的剑 自己近身出手都轻松多了 若没有七月 你帮忙 妖王四散逃跑 还真不一定能够全部杀死 柳七月笑道 除了猫妖王 其他妖王不算强 我才射了几劲而已 以后有的是机会 孟川也道 夫妻二人边聊边 继续朝顾山府赶去 第十章 路过 柳和物宝 是吴州境内很寻常的 一座物宝村落 有六千多村民居住 物宝城四方形 内有大量民居 就仿佛一超大型的蚂蚁窝 机关重重 更暗藏诸多难寻的地道 普通妖族要攻打都很困难 就算攻破 要破开一条条地道 也同样艰难 钱大人 钱大人 早 钱大人 钱末来到了物宝中央的集市 这里能够看到天空 阳光也能肆意照射 所以村民们平常也乐意来集市 物宝内的一些小商小贩们 也聚集于此 村民们都无比尊敬地称呼钱大人 因为村民们知道朝廷安排了兵族 驻守在物宝 钱大人就是首领 连村长面对钱大人 都得尊敬无比 钱大人 光着脚欢快飞奔的孩童 也停下笑着打招呼 红小子 肉包子给你 钱末将 荷叶包着的三个肉包子递过去 他自己已经吃了两个了 那孩童又嘴馋 又有些不好意思 吃吧 钱末将肉包子都放在孩童怀里 住在物宝一段时间 也指点过物宝少年们基础修炼 对于其中很优秀的小家伙 他也很喜欢 谢谢钱大人 红小子 开心感谢道 去吧去吧 钱末摆摆手 又继续闲逛着 帝王 如今遍布天下各处 大量伏兵役 人们也寻守处处 许多物宝村落 就自然成为住点 他钱末是一名不灭静神墨 管理着周围 数个县城的情报网 隐居在柳和物宝内 嗯 钱末忽然感应到 物宝外有妖力爆发 且 妖力气息直逼柳和物宝 这让他脸色一变 一闪身 迅速赶往物宝顶部 当当当 急促钟声敲响 物宝内原本悠闲的村民们 脸色都变了 一个个带着孩童迅速 朝近处的一条条地道冲去 轰隆 伴随着一声巨响 一头身高约莫两丈的 轻袍妖王 出现在物宝顶部 恐怖妖力气息弥漫 他的提爪 朝下方猛的一踩 就令那一处 顶部轰隆一声崩塌塌险 他桀骜毛子 俯看着这座物宝 嗖嗖 又有两道身影 出现在物宝顶部 是一头约莫五丈高的熊妖王 以及一头仿佛人族孩童 大小的鼠妖王 熊妖王体表 有着厚重的灰色毛发 站在那就有整个物宝 近一半高度 熊妖王 双臂猛地一撕拉 便撕拉出巨大的缝隙 他随之掉落其中 随意地朝四方拍击 踹出 一时间庞大的物宝 开始瑟瑟发抖 许多地方都开始化作废墟 破坏掉表层建筑 就可以屠戮 藏在最下方地道内的凡人了 妖王 钱莫 收敛气息 逼近物宝顶部 周围 许多地方 垮他他都不在乎 用身体轻易抗住 都没外泄丝毫真元气息 先偷袭杀掉一个 而后一对二才有把握 钱莫盯上了 那头鼠妖王 轻袍妖王 隐隐是三名妖王首领 熊妖王 皮糙肉厚 显然不是那么好杀的 唯有鼠妖王肉身应该最弱 so 在熊妖王摧毁庞大物宝的时候 钱莫凑准机会猛然冲出 嗯 鼠妖王猛地转头看去 就发现两道刀光瞬间袭来 鼠妖王不敢硬抗 身形一动 犹如鬼魅的避让开来 扑扑扑 接连石鱼盗刀 招 钱莫施展神魔禁术 倾尽全力爆发连续杀招 可鼠妖王一心闪躲逃命 仅仅被撩中了一刀 一刀伤口 影响并不大 有神魔 鼠妖王声音早就传出 神魔 青袍妖王 熊妖王都已经 进阶合围过来 这鼠妖王身法太厉害 勉强伤他一刀而已 没能杀了他 钱莫立即知道不妙了 青袍妖王 熊妖王已经围杀过来 人族神魔 受死 熊妖王声音犹如奔雷 巨大的熊掌挥拍下来 那狂风都令周围长颈扭曲 钱莫身影一闪避开了 这可怕的一熊掌 但青袍妖王和鼠妖王已然杀了 青袍妖王那力爪 直接抓向了钱莫的头颅 钱莫施展着双刀 独占三名妖王 勉强搏杀片刻 钱莫就觉得不妙了 这三名二重天妖王一对一 他谁都不怕 可三个联合起来 鼠妖王灵活鬼魅 熊妖王霸道蛮横横冲直撞 青袍妖王出招玄妙 最是阴险难缠 三大妖王联手下 他的一双战刀 左之右拙也撑不住了 他只觉得是在刀锋上跳舞 只要有一丝失误 就会被这三名妖王给撕碎 逃 钱莫搜得窜出 嗯 三名妖王想要阻拦 却发现 钱莫身法速度快得很 这人族神魔速度 还挺快 熊妖王最是笨拙 鼠妖王虽然灵活鬼魅 但直线逃跑 速度还真挤不上钱莫 唯有青袍妖王能追上 但一对一 钱莫边打边逃 青袍妖王都无法阻止 杀凡人 青袍妖王怒吼道 这人族神魔既然逃 那就杀光这里的凡人 杀凡人逼他来 鼠妖王也死喊 轰隆 熊妖王已经动手 三五下 就破坏冲到了 雾宝村落的地面位置 妖力澎湃下 很容易就发现了 一条近处的地道 他的熊掌 直接扒了过去 两三下 就将这一条地道 完全扒开 露出了地道深处 密室内躲着的 那数十名惊恐的村民 死 熊妖王直接熊掌抓进去 抓住了十余名村民 跟着一跃而起 冲出雾宝屋顶 猛的一甩 十余名村民尸体 便抛飞开去 这种狂猛的一甩尽道 就足以令村民们 进阶毙命了 鲜血洒在长空 杀光这里的凡人 轻袍妖王 怒吼声回荡着天地间 远处一里多万 钱墨站在哪 墨墨看着十余名村民尸体 被熊妖王扔得飞起 看着三名妖王 继续破坏雾宝村落 真是看不下去啊 钱墨低声自语 自嘲一笑 便化作残影 选择奔向了物宝村落 人之所以为人 就是有时候 被感情所影响 神魔也是人 妖王们经常这么做 屠戮凡人 逼迫神魔现身 有的神魔知道 敌不过 名愿牺牲大量凡人 自身依旧逃命 但也有神魔 愿意去拼一场 他来了 柳和物宝那的三名妖王 都露出了争名的笑容 钱墨眼中却有着癫狂 既然决定返回柳和物宝 就是要为柳和物宝 六千多村民 拼出一条生机来 我已经向 原出山求救 希望救援能赶得及 继续屠戮凡人 轻袍妖王 却平静万分 传音道 要让这神魔疯狂 让他不够冷静 我们就能更快杀他 好 熊妖王 力大无穷摧毁着 坚固的物宝 熊掌挥舞下 带着妖风 撕裂着剑筑 更令地面撕裂出 一条条大裂缝 有的裂缝 直接裂到了一些地道深处 化作残影的钱墨 已然冲进物宝 三明妖王 立即围杀过去 而在此刻 孟川和柳七月夫妇二人 正风驰电撤赶路中 第十一章 原出山神魔 钱墨虽然求救 但他遭遇的 仅仅是三明二重天妖王 这种层次的求救 自然远远不到 调遣孟川夫妻这一层次 事实上 连本府境内的唯一一支 神魔小队都没调遣 而是将三百里外的一头 三重天妖王飞擎作骑 派出 飞擎作骑速度够快 三重天层次 也足够救下钱墨 击杀那三明二重天妖王了 自从妖族大规模入侵 人族掌控的飞擎作骑数量 就大大提升 只是进行彻底控制 也不容易 数量也是有限制的 所以 人族主要还是控制飞擎妖王 飞擎作骑 速度快 能飞 能救援 能监察 能送信 用途最广 那头猫妖王 也是神通妖王 柳七月和孟川赶路也闲聊着 说起来 阿川你也杀了好几头神通妖王了吧 是有几个 孟川点头 这些神通妖王都很厉害 比如之前的白狐妖王 擅长魅惑 除非凝炼元神 或者是意志极强 否则都会受到影响 可能瞬间被杀 还有之前那头猫妖王的神通 也同样诡异 猫妖王的神通 针对头脑 意志强都没用 要应对 只有两个法子 一个是肉身极强 向孟川修炼了金刚之身 头脑完全扛得住 这神通就被克制了 另一种就是 拥有元神 当头脑遭到重创 无法控制肉身时 就得靠元神之力 来彻底掌控肉身 实际上元神反应更快 掌控肉身也更深 只是对元神之力消耗极大 显然 大日进神魔 肉身要足够强 或者拥有元神 都非常难 这是猫妖王可怕的地方 幸好之前四名神魔 可以相互帮助 若是一对一 任何一个都不是猫妖王对手 天下间 有很多神通妖王 孟川 轻轻摇头 各地的神魔小队 甚至处在下风 幸好有风猴神魔 以及如你我这样的一只只救援 小队 能救援四方 可救援 有时候慢一步 就晚了 所以 这场战争 注定会很惨烈 我们元出山大日进神魔 真正巅峰层次的 有百余位 完全能组成数十只救援 小队 每个周 也都有两三位风猴神魔巡查 柳七月说到 我们救援力量足够强 足以灭杀那些神通妖王 在妖剑 神通妖王数量也不算太多 死一个少一个 元出山的布局 孟川只能窥见部分 但从结果来看 还不错 只是妖族一处处袭击各处 无辜凡人死去 确实难以避免 实际上在人族生存前提下 元出山已经尽力保护凡人了 嗯 孟川 柳七月脸色忽然一变 远处有滚滚狼烟升起 妖王袭击 孟川 柳七月相视一眼 彼此心意相通 当即搜的 便转弯直奔那里 他们速度 何等快 闪电 随身 周围场景都模糊 速度比声音都快了好几倍 很快 他们就看清了 那是一座毁掉大半的物宝 一片废墟中 更依稀看到些凡俗尸体 三名 妖王正在围攻着一名人族神魔 那人族神魔持着双刀 施展着神魔尽数拼命抵抗着 但他的胸口 有一道爪痕 这一道爪痕 差点将他身体给撕裂 幸亏他暴退得快 可也伤到了脏腑 只是如今尽力合拢伤口 不再流血而已 他快撑不住了 孟川说了句 放开妻子 先一步赶过去救人 柳河物宝 有好些地道被波及都裂开 密室内的人们 透过大裂缝 都看到外界远处正在进行的大战 钱大人正在和三头可怕的妖王搏杀着 那动静简直毁天灭地 钱大人 孩童洪冲和周围村民 透过裂缝看着这一切 洪冲从来没想过 钱大人竟然是一位强大的神魔 只是看起来 三名传说中的妖王在围攻钱大人 钱大人身上都被鲜血染红 显然处在下风 钱大人 洪冲焦急万分 他期盼着这个焦他修炼 经常给他肉包子吃的钱大人 能够活下来 钱大人一定要赢啊 周围村民也期盼着 村民们更清楚 钱大人赢了 他们村民才能活下来 否则躲在近百条地道内的六千多村民 都得死 呼 忽然一道身影降临 而三名妖王 直接无声无息倒下 来人是一名黑衣青年 这些村民们 看到钱墨大人激动无比 恭敬向那名黑衣青年行礼 妖王们都死了 有更强大的神魔来了 这些村民们都看出来 那位黑衣青年 显然地位更高 一来 三大妖王就瞬间死去 拜见孟师兄 钱墨激动得很 恭敬向孟川行礼 若非孟师兄赶到 无息时间内 我必死无疑 呼 背后有着火焰羽翼的柳七月 也降落下来 落在孟川身旁 拜见柳师姐 钱墨也连到 他虽然只是普通神魔 并非原出山内门弟子 可也知道 天下间名气大的一些神魔 比如孟川夫妇 那可都是大日经神魔中 都最拔尖的 孟川 更是有和两位同门联手 岳阶杀死四重天 天妖的战绩 岳阶斩杀 这简直是传说 即便是三名同门联手 依旧是不可思议的事 我们也只是路过 孟川微笑道 路过此地 远远看到有狼烟生起 这才过来看一看 顺便救下你 看来我命不该绝 钱墨也笑呵呵的 能活下来 能让柳和物宝 绝大多数人活下来 他还很开心的 别看柳和物宝 大半化作废墟 实际上 村民们都躲进了地道当中 被波及死去的 仅数百人 这已经比钱墨 预料得好太多了 死数百人 还有另一个原因 三名妖王主要和钱墨厮杀 都没能进行 大规模图路 柳七月则是道 我远远看来 你身法速度挺快 怎么不逃命 一直和这三名妖王纠缠 一开始 我已经逃了 钱墨自嘲道 可妖王们开始摧毁物宝 开始图路地道中烦人 希望救援的神魔尽快到 就算真的最后扛不住了 我也能再拼命溜走 可谁向我胸口上这一招 伤得太重 都伤到了脏腑 已经难以极限爆发速度 不可能逃得掉了 钱墨说道 孟川 柳七月都一愣 一开始逃了 又返回了 妖族攻打 城池 孟川轻声道 城池广阔 一时间难寻神魔 妖族的做法 就是 屠戮凡人 逼迫神魔主动现身 如今这三名妖王屠戮凡人逼你回来 你还真回来了 孟川不知该如何评价 这么做 不符合袁出山的命令 但孟川却很钦佩这样的人 孟川夫妻二人没急着走 而是在柳和物宝选了 还算完好的一处厅内 和钱墨又聊了半个时辰 也是防止有三重天妖王救援此地 半个时辰后 孟川夫妻二人才离去 帝王的人也来此 将妖王尸体都带走 钱大人 红冲一家都带到 村长将红冲带来 红冲的父母也在一旁忐忑看着 他们如今都知道钱大人乃是神魔了 我此次身份暴露 也该离开柳和物宝了 钱墨脸色有些苍白 笑道 红冲这孩子 天资极高 远超物宝村落内同辈 在物宝村落内 是得不到太好的教导的 有些糟蹋了 所以 我打算让你们一家三口搬到府城去 我也会将红冲安排进到院中修炼 不知你们是否愿意去 红冲的父母彼此相视一眼 都满是激动色 自家儿子被神魔看中了 要好好栽培 愿意愿意 红冲父母都连道 红冲都有些不敢相信 去府城的道院嘛 看到钱大人和妖王之战 再看到那黑衣神魔降临 三名妖王毫无反抗就死去的一幕时 他内心中就渴望 渴望成为钱大人 买至那位黑衣神魔一样的人 红小子 钱墨笑看着这红冲孩童 你天资很高 成无漏镜不难 但想要成神魔却很难 如今妖乱人间 不成神魔 面对妖王终究是毫无反抗之力的 好好修炼 努力静元出山成神魔 静元出山成神魔 红冲一愣 看到之前那位黑衣神魔了吧 比我厉害百倍千倍 钱墨笑道 他就是元出山神魔 红冲点头 嗯 元出山神魔 红冲牢牢记下了 第十二章 灭妖会 回到顾山府 孟川夫妻二人又继续在山林中修炼 待到中午时分 才一起如往常般回到府城的住处 老爷 夫人 看门老婆热情开门 做菜的妇人也讨好笑着 中午饭菜自然都准备好了 府城大 居不易 妇人如今常住在宅院 也可以让家里四口 租住压力小线 加上孟川和柳七月 给来两位仆人的工钱也足够高 妇人自然更珍惜这份工作 剩饭剩菜 孟川夫妻也是允许两位仆人 带回给亲朋的 主要是 如今府城的粮食蔬菜 肉食样样价高 大米饭以及肉 很多人家已经舍不得吃了 带回去剩饭剩菜 也足够让家人欢喜了 吃完午饭后 孟川就进入了书房开始画画 因为持续画太久 原本那幅画卷都不够画 这都第二幅了 原计画是一幅长卷 看来要画成一套长卷了 至于这一套 有几幅 孟川自己都不知道 一切随心即可 钱莫 孟川想要画钱莫 以及类似钱莫的一些神魔 他持着画笔便画了起来 那个雾蒙蒙的清晨 半废墟的雾保村落 躲在地道内苟活的大量人们 这些都是背景 重点是三名争鸣的妖王 以及一名重伤 却主动冲向妖王的神魔 妖王们都很得意 得意于他们计谋的实现 神魔果真不逃了 果真来了 来 送死了 重伤的神魔 却是一脸决绝 又要为物宝的无数凡人们 拼出一条活路 这场景画着画着 孟川也沉默着 他见过不止一位神魔这么做过 听说的就更多了 有部分神魔撑到救援赶到 有极少数反杀了妖王的 却还有不少生死毙命的 所以原出山都定下了严格规矩 神魔小队 必须执行这些规矩 四名神魔相互督促 还好点 而早期的神魔们单独行动 自己为自己负责 头脑一热 去拼上一场的神魔 有不少 他们 有的是第一次发现妖王屠戮 有的纯粹是 无法容忍大量凡人被屠戮 他们冲上去了 明知道处于弱势 依旧冲上去 的确有奇迹 可更多的是 最终战死 弱势时 退避 强势时 杀出 这才符合兵法要义 可并不是每一个神魔都能做到的 孟川只想在画卷中 纪念这些神魔们 若是将来战争结束 以后的人们 也能借助这些画卷 知道 曾经有过这些头脑发热的神魔们 就因为这些神魔们 也就下了很多凡人 比如这次的钱莫 就就下了六千凡人 孟川夫妻二人 继续着这样的生活 长期在顾山府境内 寻查 以孟川的速度 杀得顾山府境内妖王们 凄惨无比 连斧角大妖王都猜测 顾山府境内有强大神魔作证 甚至可能是一位封猴神魔 顾山府境内的三重天妖王 几乎跑光了 只剩下大量二重天妖王们 经常奉命作乱 这些二重天妖王分散府内各处 都是袭击了 就跑 孟川独自一人 也只能竭尽全力 很多时候看到一片废墟 也没任何办法 至于跨府救援 因为上次孟川夫妇救援很成功 袁出山也开始加任务 给他们俩 约莫每月一次任务 袁出山对孟川夫妇任务的安排 依旧很谨慎 一是夫妇二人太年轻 二是潜力都大 几乎都是能成封猴神魔的 不希望他们俩在弱小时期遇大危险 过上十年八年 或许就是两位封猴神魔了 到时候孟川速度冠绝天下 柳七月凤凰涅槃威慑力同样强大 到时候帮助就大太多了 即便压力大 即便知晓 孟川速度极快 派遣任务依旧谨慎 吴州前州边界的一处县城 狼烟滚滚 五具妖王尸体躺在县城当中 一旁的神魔小队 孟川夫妇以及一位独行神魔正在闲聊 孟师兄柳师姐 这次多亏了王燕兄弟相助 神魔小队的四名神魔都颇为激动 其中一人说道 若无王燕兄弟突然出手支援 我们就算能撑到孟师兄 你们赶到 怕也要死掉一两人 我恰好就路过这县城 那位独行神魔王燕背着一柄剑 笑道 看到有神魔和妖王正在搏杀 还有我老友在其中 且形势危急 我当然得出手 谢谢王兄 孟川也说道 别别别 这位独行神魔长相清秀帅气 两撇胡子也灵性得很 他连笑道 我虽然出手帮忙 可依旧被妖王们压制 还是孟兄夫妇二人赶到 孟兄夫妇二人一出现 就将妖王们进阶灭杀 这才是本事 孟川 柳七月对这独行神魔都很有好感 王兄可是灭妖会的 孟川询问道 是 王燕自嘲笑道 当年我也参加原出山入门考核 可惜没能进前二十 去战场上积累功劳 可要积累到 换取净神魔血池的功劳实在 太难 我也兼做些灭妖会的任务 最终真的凑足灭妖会功劳 借助灭妖会 才成了神魔 孟川 柳七月多点头 灭妖会的存在 天下神魔们都知晓 因为这是纯粹的杀手组织 并且也不乱杀 从他的名字就看出来 他只针对妖族一方 灭妖会是杀手组织 主要是刺杀天妖门成员 也寻找潜藏在天下各处的妖族 灭妖会颁布任务 神魔血池的机会 比如天地弃真 多可换取 灭妖会背后到底是谁 孟川他们也不知 但隐隐确定 和三大宗派有关联 因为借助灭妖会去神魔血池突破 是可以去三大宗派 任何一家的神魔血池的 人族的神魔 主要分成三类 第一类 是三大宗派内门弟子 都是精挑细选的 种种资源都大量提供 几乎是必定成大日境神魔的 第二类 是三大宗派外门弟子 靠功劳换取机会 自然 他们独立于三大宗派之外 一直潜藏在暗中 对付天妖门 寻找妖族 孟川和柳七月 对灭妖会的神魔很有好感 就是因为他们俩的父亲 都是灭妖会的 柳叶白 孟大江 成了神魔 东宁府的玉阳公主都不知晓 原出山公开的情报中都没记载 就代表柳叶白和孟大江是 第三类的神魔 灭妖会的神魔 孟川和柳七月 也询问过两位父亲 两位父亲也都承认 这也没必要隐瞒 灭妖会过去 主要是对付天妖门 王燕感叹道 天妖门藏在暗中 凡俗的天妖门弟子 还容易追查 容易刺杀 那些天妖隐藏得一个比一个小心 刺杀起来就艰难了 所以前期积累功劳容易 后面积累功劳就艰难 如今妖族大规模侵入 刺杀妖王的功劳 倒是容易积攒了 王燕笑道 我平常也是行走县城 物保村落 发现有二重天妖王 就立即偷袭 刺杀 杀了就溜 遇到那些三重天妖王队伍 我也只能躲着 幸好我们灭妖会的 一般都会钻研收敛气息隐藏的手段 孟川点头 隐匿刺杀 灭妖会的确擅长 比如 自己父亲 不真正爆发的时候 伪装成凡人 连孤祖母等一个个都看不出来 第十三章 扶脚大妖王 当然 孟大江因为儿子儿席缘故 很受原出山信任 加上又是孟氏族长 在东宁府威信高 自身多年修行 也达到炼体一脉 不灭尽神魔层次 如今 也成为帝王在东宁府的最高负责人 柳叶白 也是和孟大江一起联手 负责追查东宁境内的妖王妖族 杀 柳七月展开火焰羽翼 在高空中 一剑剑射下 孟川也施展身法 近身追杀敌人 来晚了 孟川夫妇 站在一座县城的废墟当中 看着面前 倒下的三名神魔尸体 神魔小队 应该仅有一名逃掉 其他三名都被杀于此 虽然他们俩速度很快 可几百里路也需要半盏茶功夫 这么长时间 有时候足以妖王们杀死神魔了 又有妖王 远处狼烟滚滚 寻查顾山府的孟川 立即冲去 时间流逝 转眼孟川夫妇搬到顾山府 已经八个月 这八个月的经历 比在北河关 江州城都要更丰富 孟川看到了形形色色的神魔 并不是每个神魔都愿为凡人牺牲 并不是每个神魔都汉勇无比 也有贪生怕死之辈 也有很自私的 有帝王的不灭境神魔寻查时 看到有二重天妖王袭击物宝村落 紧紧向原出山求援 自身却悄悄远离 根本不愿去救凡人 不灭境神魔 完全可以对付一名二重天妖王 但因为有战死的可能 所以那位不灭境神魔悄悄远离了 这一幕也被路过的孟川 看得清清楚楚 有神魔小队陷入绝境 其他同伴们相互扶持拼死抵抗 却有一位神魔在同伴们拖住妖王时 率先逃命 三名同伴死了 那率先逃命的却真的逃掉了 活了下来 这个秘密 是孟川夫妇赶到追杀妖王时 通过妖王们挑衅的话语 才知道 唯一逃掉的神魔是背弃了同伴 孟川夫妇活捉了其中两名妖王 由帝王送到原出山 由原出山进行审问 面对原出山的幻术 那名神魔也无法撒谎 最终被公开处死 他若是和三名同伴一同抵挡 或许能坚持到孟川夫妇的 四人都能活 最终结果呢 三名同伴死了 他被处死 处死时他还在咆哮 我只想活命而已 我只想活命而已 就要处死我 孟川知道这结果 没有高兴也没有愤怒 只有悲哀 他活着 若是组成新的神魔小队 便是祸害新的同伴 按照宗派法规 也必须处死 蠢货蠢货 害死三名神魔 还不自知 孟川在长卷中也画下了这一幕 那个偷笑着逃跑的神魔 三名同伴在奋力搏杀 他却独自偷偷逃跑 孟川心中是鄙夷的 所以在画卷中 那神魔也显得卑恋 犹如小丑 这些丑爵般的神魔 在孟川的画卷中不止一位 他们在画卷的角落 很不起眼 深秋十分 乌州境内 东岗府的一座临海小县城 县城狼烟滚滚 化作一片废墟 三名三重天妖王 在此肆意为祸 天也阴沉沉的 有雨水飘洒 县城内的凡人们 在地道内只能等待着 一处处地道被发现 一处处凡人们被屠戮 这是噩梦 整个县城被屠戮了 近三成人口后 远处有四道流光 直奔这里 是三名普通三重天妖王 神魔小队 各个杀器都提升几分 经历过第一次试探攻打 损失惨重后 三重天妖王如今 也是组成一支支小队 其中最难缠的是 神通妖王率领的队伍 其他的妖王队伍 威胁要小许多 上 也让他们逃走一个 围杀了他们 四名大日镜神魔杀意冲天 为了这城内死去 人们都必须斩杀这三名妖王 他们经验丰富 迅速就围困住了三名妖王 妖王们也施展着竞术 拼命抵抗着 但巨大的实力差距 眼看支撑不了多久 可惜 这四名大日镜神魔 没什么天才人物 在 县城的一处 被倒塌树木 压着的酒楼内 一道身影 正在其中一屋内 看着远处一里多外的战斗 他披着灰色袍子 默默看着 罢了 杀四名大日镜神魔 也算是些收获 灰袍人 站在那 眼睛一眨 有两道金光 从他的瞳孔中射出 两道金光 在虚空中 留下两道淡淡的痕迹 远处搏杀的四名大日镜神魔 终于感应到了 袭杀到近处的两道金光 可都来不及阻挡 扑扑扑扑 四名大日镜神魔 个个都是眉心 被金光贯穿 两道金光划过弧线 又迅速离去 飞回了那座酒楼 飞回了 灰袍人的魔子中 走 灰袍人身影模糊 瞬间消失不见 而远处四名大日镜神魔 都无力倒下 眼中都有着绝望 以及难以置信 他们是整个东港府的守护者 这九个月来 一直默默守护着 追杀着各处妖王 拯救了不知道多少凡人 也杀了太多妖王 如今 他们四位倒下了 他们两位 是原出山内门弟子 两位是外门弟子 进阶都是大日镜神魔 斩查时间后 有封王神魔赶到 能够瞬间让神魔小队覆灭 这是四重天层次威胁 牵扯到四重天层次威胁 人族神魔会尽量 调遣周围最强力量 可斩查时间 那位灰袍人 早就逃远了 封王神魔 也无可奈何 幽暗的地底宫殿 灰袍人走了进来 脱掉了灰色衣袍 正是独角人 斧角大妖王 恭喜大王 贺喜大王 大殿内的妖王们 讨好道 也就杀死了四名 大日镜神魔而已 斧角大妖王笑道 不值一提 也是各斧妖王太没用 杀什么杀得那么少 还是大王厉害 出手 轻易灭杀四位大日镜神魔 殿内的妖王们 吹捧着 斧角大妖王 坐在宝座上 说道 不能怪各斧妖王 人族神魔很谨慎 而且 一支支救援小队来得也快 至少我吴州境内 三重天妖王 死掉三四十位 才能杀死 一位大日镜神魔 这样的损失 妖界那边 是无法忍受的 我只能偶尔 一年战死六成 才杀了四位大日镜神魔 大王 一次出手 就杀了四位 大王威武 这些负责情报的妖王们 吹捧着 他们本就不太擅长战斗 都退下 让我安静安静 斧角大妖王挥手 是 这些妖王们 都恭敬退去 斧角大妖王 坐在那撕存着 我这次出手 人族定会追查我 甚至故意埋伏我 不过 你们就白折腾吧 在接下来两年时间 我都不会再出手一次 两年之后 再说吧 他想杀人族神魔 人族那边更想杀他 十名大日镜神魔 换一个四重天妖王 从战争角度而言 都是值得的 整个人族世界境内 第一批进来的 也就27位四重天妖王 对三大宗帕而言 牺牲200多位大日镜神魔 若是拼掉这批四重天妖王 都是大圣 然而四重天妖王们 狡猾无比 每一个都滑溜得很 第十四章 路 原出山上 夜色降临 原出山主 又抱着一堆卷宗 来到了尊者的书房 看你说话都没力气 有坏消息 秦武尊者 瞥了眼原出山主 原出山主 轻轻点头 吴州东港府 神魔队伍的四位 大日镜神魔 今日全部被杀 秦武尊者 眼睛眯起 全部被杀 秦武尊者 低声自语 许久才到 凶手呢 没查到 右耳没能起作用 凶手可能是一位 新冒出的四重天妖王 原出山主 低声说道 没查到 秦武尊者 看着原出山主 不是说帝王有九层探查 一处 遭到攻击 四方何为吗 不是说 神魔小队中有诱饵 杀了神魔 吞下诱饵 就会被追踪发现 现在的结果 是帝王没查到 诱饵也没用 原出山主苦涩 恭敬道 这名四重天妖王太狡猾 并非近身搏杀 而是远距离出手 斩杀四位神魔 神魔携带的诱饵 也没能追踪成功 书房内一片安静 许久 秦武尊者才到 那这次可以判定 又多出一位四重天妖王 是 我们大洲王朝境内 疑似有十二位四重天妖王 原出山主恭敬说道 这大半年来 封猴神魔们 分散各处守株待兔 杀了一位四重天妖王 神魔小队的诱饵 也成功让我们追踪到 三名四重天妖王 神魔小队的重宝爆发 也击杀一位四重天妖王 如今境内 已经解决了五位 四重天妖王 追踪到的三名 四重天妖王 全部活捉 妖界 应该还不知道 他们落在我们手中 原出山主说道 才解决五个 秦武尊者轻轻摇头 差得远呢 原出山主连道 整个妖界的四重天妖王 也不多 停留在三重天 又能随时突破到四重天的 估计也不足百位 能成功潜入我人族世界的 就更少了 在我人族世界的 四重天妖王 特别活下来 这些 都无比谨慎小心 秦武尊者说道 而且我真正担心的是 大量的三重天妖王 随着时间 一场场生死搏杀下 这些三重天妖王 当中终究会有极少数会突破 他们会诞生出十个乃至百个四重天妖王 原出山主心头一紧 秦武尊者冷漠道 所以我们必须保持绝对优势 不断地围杀他们 令他们在我们人族世界的数量 不断减少 他们数量少了 想要诞生十个四重天妖王 都会变得艰难 数量是他们的优势 可一旦没了数量 他们就一点优势都没了 秦武尊者说道 原出山主赞同 秦武尊者翻看着卷宗 除了吴州东港府的消息外 今天其他消息都还算正常 人族依旧有条不紊地对妖族进行追杀 妖族如今被逼的也只能躲在地底 甚至一些蛛丝马迹 都可能被人族追查发现 对了 秦武尊者翻看着卷宗 说道 我听说 黑沙洞天白玉王凭一己之力就 活捉了两名四重天妖王 更杀了大群的三重天妖王 黑沙洞天追杀妖族的战绩 有经半都是他一人做到的 是 原出山主连点头 白玉王修炼的是轮回神体 他以轮回神体为根本 自创出一门领域绝学 九天十地 这门绝学 擅长地下大范围探查 堪称地底探查方面最强的一门绝学 凭借地下大范围探查 才活住了两名四重天妖王 更灭掉了很多三重天妖王的巢学 九天十地 这门绝学 我们原出山已经和黑沙洞天有过交易 得到了一份原本 原出山主解释道 但必须得是轮回神体 且修炼到封王神墨境界 还需用心参悟 九天十地 才能有媲美白玉王探查能力 我们原出山 如今没有一位轮回神体的封王神墨 请武尊者点头道 我有一想法 和黑沙洞天那边商议商议 白玉王在黑沙王朝疆域探查一圈 探查效果降低后 可以来我大洲王朝疆域探查探查 将我们重点怀疑的地方 也探查一遍 看看黑沙洞天那边提出什么条件 好 我试试 原出山主点头 不过黑沙洞天一定会狮子大开口 他能一己之力 追杀妖族达到 整个黑沙洞天一半战绩 值得我们请他来 请武尊者说道 神魔们各有擅长 有一些追查妖王就非常擅长 黑沙洞天的白玉王 追查方面堪称第一 他在地底 能探查自身为中心的无理范围 这是足以傲视天下的 像孟川的元神领域 对地底感应也会极度削弱 就更别提一般领域了 在泥土阻碍面前 探查效果都会大大削弱 只有陆地表面1% 乃至更弱都很正常 白玉王的手段 却能在地底维持这么大范围探查 堪称不可思议 又如两界岛的雾幻王 是最擅长分化身的 能奋出上万雾气 化身在地底行走 原出山的真武王 能窥似到过去一小段时间发生的事 这也是追踪的可怕手段 天下奸行事 孟川从一次次 救援所看到的 也有模糊感知 他知道一点 普通神魔牺牲不少 可是这牺牲也是必须的 唯有靠普通神魔们 才能组成一支支小队 保护住整个天下 呼呼呼 寒风在窗外呼啸 孟川在书房内 也终于画完了最后一笔 将这近一年时间所画的三幅长卷 全部摆放好 卷一 从右边起 是北河关神魔们 率领兵族们 驻守城关 抵挡妖族入侵的场景 接下来是江州城的 一场场战斗场景 也有孟川三人战 黑水公主的场景 卷二 有妖族大规模试探攻打的场景 大规模试探 天下风火处处 最是惨烈 而后就是孟川经常救援 各地所遇到的种种场景 也有背叛同伴逃跑的神魔 也有任由雾宝村落 被妖王攻打的神魔 卷三 重点化了七处战斗故事 更为惨烈 有的则是神魔进阶身死 也有神魔将妖王全部杀死的 三卷 如果按照顺序放下来 就会形成一个非常长的画卷 总长度达到八丈三 一眼看去 就仿佛一条路 战斗连城的道路 神魔尸体组成的道路 这是一条血路 而唯有如此血路 才能通往最终的战争胜利 不流血 不拼命 就想要最后的胜利 哪有这么美的事 孟川提笔在第一卷最右边 写上一个字 也是这一套画卷的名字 路 在名字旁 又写下一行字 下山四年 青年所见 亲耳所闻